浮雲愛日前將一位家人從台灣帶回日本後 先是帶家人到迪士尼樂園遊玩 接著又在沒知會江鴻傑的情況下 帶著家人和新男友一起到新加坡旅遊 不過返回日本後卻傳出 家人疑似因為水土不服緊急送醫 據了解江鴻傑得知狀況後想讓生氣 原想直接飛往日本 沒想到因浮雲愛不願繳繳相關文件 導致她的浮日計畫卡關 許多日本網友在得知此事後 也對浮雲愛的做法相當不解 批評她沒有把家人照顧好 而日美也偷批浮雲愛失格 把家人帶來帶去 導致家人體力不堪負荷 胡媽的心境非常沒有嘗試 報導中也引用了體育界人士的說法 對斷浮雲愛是因為 自己小時候受到嚴格的體能特訓 六個月大就開始游泳 三歲就拿乒乓球拍 而且經常為了練習遠距離移動 因此沒想到家人體力不比自己 無法承受這麼勞累的行程 在她的觀念中或許覺得 家人在旅行中生病 並不是特別嚴重的事 日美的新聞一出 也再度引起外界的討論